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分钟带你看盛世庄娘,我是爱你们的小鹿 上一集说到思妍终于回到后宫,重新成为上宫局的女官 为大皇子举办身成宴 却没想到好色的大皇子将独爪伸到云里面前 为了拯救云里,思妍上前打了她一巴掌 其官衣也随之伸了云里,弱得五皇子不坏 那么之后究竟还会发生什么故事 我们的盛世庄娘第一届影帝之席又将花落谁家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一集的故事 一旁的五皇子看到其官衣出手打了云里巴掌之后 再也忍不住心中怒火 于是和其皇子其官衣丢打在一起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两个哥哥赶紧住手 其官宝此时也马上过来想要拉开两人 却没想到也被打了一拳 因此两位皇子的单挑最终变成三个人的群殴事件 你们脑子清楚不清楚呀 这样做是要被抓进警察局的 你瞧 这每过多久五人就一同被皇后娘娘请去了长丘宫 为了对皇子打架的事情有个交代 而这几个皇子又都是皇帝宠爱的皇子 最终皇后娘娘只能将自己的儿子其官衣拖出去受罚 而此次事件的起因 思妍和云里二人由于身份地位 最终被皇后发派去换衣局受苦 作为二进宫的思妍 向云里表明自己对于这个环境更熟悉 因此也会尽力帮助她 第二天思妍去床后 刚刚为此结化好一个美美的妆 就听到屋外有人欺负云里的声音传来 思妍二话不说就从不访门前来拯救云里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为英雄救美的情节吗 可让思妍未从想到的是 即使自己拿出起官衣交给她的印件 这个太监却还是不相信她认识其皇子 仍然想要夺过他们身上的印钱 就在此时起官衣缓缓走来 这句话就将几个欺软怕硬的太监赶走 看来奇官衣的做法才是真英雄救美情节 由于奇官衣听我了胡人天面里 也以为思妍喜欢胡人的做法 因此便与思妍醒了这天面里 这满天飞舞的花瓣 想必也和思妍的心情一样美丽吧 奇官衣和思妍这狗粮傻的 连我们的云里小哥哥都看不下去了呢 嗯 真香 在奇官衣所赐 欢衣局的长时太监 不仅不敢为思妍安排辛苦工作 而且还为她安排了一间单人房间 我想这就是开后门的不同之处 到了夜里 思妍正准备休息的时候 Jack出现在她的面前 演艺中竟是表现出对奇官衣的不满 无论是对思妍平凡且殷勤 还是与思妍行了贴面礼 都让她难以接受 并且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 思妍已经开始接受情感线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Jack这是吃醋了 可我们的思妍却保护还未感觉 另一方面 另一位玩家童睿带领一万大军在四处行逻 并且发现了一个可以单向通过的空气墙 在了解这一bug的小托罗 原本小上报制作组却被拦了下来 那么我们的童睿究竟想要利用这个bug做什么呢 而我们的思妍又能否缓解后院起火的状况 下周二腾讯视频 盛世庄娘14级 小龙与你不见不散